中美博弈 跟中美博弈下的两岸关系 2023年2月 大陆官方公布了一份 石破天津 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 揭穿了美国三霸主义 这份文件的名称叫做 美国的霸权霸道 霸凌及其危害 所以我称之为三霸主义 这是大陆官方有史以来 第一次这样明明白白的 指出美国这个毛病 这是一份正式的研究报告 也是中国大陆对世界的呐喊 世界苦美国久亿 这个呐喊这个呼号是说 全世界被奴役的人们 起来起来 这份文件是我这几年来 读过的很多的资料 文件 文章最酣畅淋漓 最大快人心的文章 其实美国的本色跟本质是什么 美国哪有什么自由主义 民主啊 世界和平啊 这些是美国用来告诉别人的语言而已 苍白而无礼 美国有史以来只有三霸主义 从登上美洲的白人开始 占领北美中美南美 屠杀进进印第亚人开始 美国就是三霸主义啦 从来没有改过啊 不管它换上什么样的说辞 什么样的主义都是一样 我打算分几天 我们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份文件 因为文件的内容很大很重要 扒开了揉碎了 来看这个文件里面是什么 先看标题 美国它的霸权霸道霸凌 这三个霸 就把美国危害世界的基本模式 还有美国这个国家的本质跟本色 讲了一针见血 美国以霸道跟其他国家相处 而且处处的霸凌其他国家 这就是美国 每一天我们打开世界新闻 都会看到美国用各种方式的手段 来三霸别的国家 然后它又用霸道跟霸凌 来回过头来维护美国长期在全球的霸权 所以这份文件目录上面 它有列出了美国在五个领域上面的霸权 第一 肆意妄为的政治霸权 第二 穷兵独武的军事霸权 第三 巧取豪夺的经济霸权 第四 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 第五 蛊惑人心的文化霸权 说真的我真的很羡慕 我能够写出这五点 这每一个字都痛及美国的要害 美国三霸体现在这五大霸权里面 环环相扣 每一点每个字都有真评诗句 太多了 我们要慢慢看 所以我不晓得美国它针对这份文件 除了暴跳如雷以外 它还能怎么回答 它敢不敢回答 让我们直面美国它的正面目 拆穿美国虚伪的座台 台北灯会刚刚才结束 上海有个访问团到台湾来 参加台北的灯会 是由上海台办的副主任李肖东率团 来参加这个台北灯会 那因为这个台北灯会 今年又刚好是 事隔23年的台湾灯会 再一次回到台北 所以台北有自己的灯会 但整个台湾又有半个灯会 但每个城市轮流半 今年刚好又是台湾灯会 又是台北灯会 所以是规模很大 那上海呢 其实一直都有参加台北的灯会 尤其是今年这个双灯会 又是疫情三年终于过去了 这个两岸 也是不是会春暖花开呢 当然我们都希望两岸春暖花开 可是坦白讲啊 两岸没有统一之前 怎么可能真的春暖花开呢 美国跟台独难道是吃素的吗 台湾又有多少人真心想要统一呢 台北跟上海啊 这两个城市渊源很深 也长期有很多的合作关系 因为疫情啊 这个台北灯会 上海虽然长期都有帮忙 有支持 有合作 但是已经有三年 没有派人来台湾参加了 但是呢 作品是一直有的了 也用行动在支持台北灯会 那这一次上海团到台北来 这个民进党啊 戏当然很多 内心也很多戏 行动也很多戏 那之前才刚刚发生 星云大师元吉 大陆组团要到台湾来吊咽 结果陆委会悍然拒绝 不让大陆的代表团里面的12个人 入台 那你说人家一个38个人的团 12个人不准来 其他24个人能来吗 所以陆委会啊 就捏造了很多谎话 就是说 艾米这个怎么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就不让人家来 是来吊咽 幸运不让人家来 就事前就发生这个事 然后才有台北灯会 上海团到台湾这个事 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两件事情 那陆委会用什么理由 不让人家到台湾吊咽呢 这12个人 他说 哎呀那里面有 有一个扬州市的副市长 他隐瞒他的身份 不报 不申报扬州副市长的身份 而是以江苏省台办的身份 申请入台 隐瞒身份 然后说怎么怎么样 这蛮好笑的 这台湾吵了好几天啊 绿媒每天讲每天骂 说怎么怎么样 这我就不相信 大陆会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 到台湾千里迢迢来调研 这是对星云的尊敬 当然用扬州市副市长的身份 更能够彰显他的家乡 阳州人对星云的爱戴啊 人家为什么不用这个身份 为什么还要假装说是江苏省的台办 没有道理嘛 我一开始我就判断不对 所以我其实我也求证了 就人家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申请 要到台湾来调研 因为那是要半入台证 那是要申请的 官员当然要申请 台湾这边当然会看到所有的资料 人家没有必要隐瞒 更没有必要欺骗 可是台湾这边的绿美就一直造谣 那陆委会就默许让这些绿美造谣 参与这个造谣 最后我就看到了 大陆就直接公布了 大陆这边填的一个报表 申请入台证 因为大陆的官员出来 当然一层一层批嘛 你就看到那个表格上面直接写的 履历都很清楚啊 也写的是扬州市副市长 根本就不是什么江苏省台办的官员 所以拆穿了 台湾这边在说谎 那陆委会他的目的 不让人家来到底是怕什么 就怕人家来 怕人家来吊咽 呈现对星云大师的尊敬嘛 那你还要造谣说人家说谎隐瞒 连这种事 台独都在骗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上海团 到台北 就是发生在这个星云 大陆的吊咽团被拒绝之后 而且造谣欺骗 还说 哦 不是我要拒绝你是怎么样 在这种气氛之下到了台湾 结果呢 因为台北市政府啊 临时 更改了很多行程 又一切都保持最高级密 台湾的媒体都查不到 看不到 不知道 上海访问团 它的行程 甚至以为是旧的行程是对的 所以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空等 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等了好几个小时 拍不到人 所以所有的台湾的媒体的记者都炸了锅 想说 哎 台北市政府你到底在搞什么啊 很气啊 就去问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就说 啊 我们之所以一切保密啊 是因为我们台北市政府 跟陆委会有一个共识 依相关的规定向中央申请 全部的行程也都得到中央的核准 如果行程安排许可 我就会亲自接见 和中央陆委会达成的共识 也就是低调单纯安全的原则来进行 就是一场城市交流 而且主要讨论的议题 就是观光 旅游 艺术文化等发展的议题 上海团是台北邀请来 你跟陆委会有共识 那共识是什么呢 共识 一个共识里面还有三项 叫做低调 单纯 安全 保障安全 这本来就应该的 单纯什么意思啊 你说人家访客来会不单纯吗 所以讲万安的意思是说 我们行程之所以全盘机密 是因为我们答应陆委会啊 他的意思是这样 最后绷不住了 陆委会就跳出来演好人啊 说我们建议台北市政府 要依据公开透明的原则 要对外说明 形成甩锅啦 甩给台北市政府啦 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台北市政府甩锅给陆委会 陆委会甩锅给台北市政府 第一个民进党显然是在玩 民进党如果没有在玩 他就不用阻挡大陆一个单纯的 吊咽新云大事的吊咽团 而且还说谎 陆委会有这个前科啊 那在台北市政府这边呢 他有他的顾虑 有他的矛盾 有他的进退失去 但是民进党在玩的就是说 我不让两岸正常的交流 我尽量挡 尽量挡 尽量挡 挡到不能挡了 我就造谣 惹是胜非 然后呢 事前说你要尽量单纯啊 怎么这个不准 那个不行 那个怎么样 把你控制的严严的 还说你除了行程以外 暴批的行程以外 你其他的什么 跟别人吃饭啊 逛逛意识 通通都不行 怎么样 没有行程 你这只能够给我在酒店 旅馆里面给我待着 这个就是干嘛 要隔绝台湾跟大陆的任何的 很正常的往来 上海台办 他在台湾 其实坦白讲 二十四小时 他们的行程都被跟的 所以台湾这边到底在怕什么呢 莫名其妙 可是这个罗生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在玩好几手呢 他现在又变好人了 说台北市政府 你可以公开啊 你公开讲啊 讲完下了 什么一切都最高机密 那我第一个 我先请问一下 两个城市交流 为什么要低调 为什么不能够公开 公开就不是低调啊 陆委会跟台北市政府的 三原则 三共识 什么低调 单纯 安全 莫名其妙 安全本来就是你要保障的 当然要保障安全 那低调什么意思 两个城市交流 请问为什么要低调 交流就正大光明啊 当然可以高调 当然应该高调 为什么要低调 那请问什么叫低调 要多低调 才是你陆委会喜欢的 你满意的低调 就忍不知 鬼不觉 大家都不知道 最高机密叫低调 要不要保密三十年啊 跟参与文的论文一样 保密三十年 封存三十年 这样好不好啊 哪有说城市交流 要低调 而且上海的访问团来台湾 他是参访参观 台北灯会 台湾灯会 跟台湾人一起看灯会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要低调 为什么要保密 第二个共识叫单纯 请问一下 上海的团到台北来 会有什么形成 不单纯 不管你是见朋友 吃饭 还是参访台北市政府 相关的 那全部都是形成 很正常的一部分 哪里不对了 怎么会不单纯 两个城市 跟台北的人 台北的所有的东西 不就交流吗 什么叫做不单纯 我看是民进党跟陆委会的内心阴暗 不单纯 这陆委会很怕 民进党很怕 他就是很怕两岸有往来 那陆委会还要求说 不可以有政治性谈话 这奇怪 什么叫政治性谈话 政治是众人之事 人跟人的事 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两个城市的交流 每一件事都是政治 两个城市交流 一团和气 是不是就是你民进党 就受不了的政治了 最好两岸打起来 你民进党才高兴吗 两个城市坐下来 开开心心的交流 这样不行 这样政治了吗 那你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内心的阴暗 进退市局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台北市政府 他也很有趣 他的低调到最后变成机密 甚至不惜对媒体隐瞒行程 这个呢 也反映了台北市政府 现在在蒋万安主政之下 他的矛盾态度 一方面 他认为 上海跟台北双城的交流 应该继续 两岸应该继续交流 但是 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跟恐惧 所以保持一切最低调 他一切的最低调 甚至低调到不合适 甚至低调到不礼貌 要跟媒体玩躲猫猫 低调到不合时宜 不可告人 在搞什么呢 为什么 你到底是为了跟陆委会的共事交代 要跟民进党交代 你刻意的隐藏上海团的行程 是不是为了怕惹麻烦 你是有多害怕 能不能有担当一点 即使这样 大家一定都觉得你很怪嘛 你在干嘛呢 陆委会跟台北市政府在干嘛呢 那这样子其实媒体也拍到了上海团的行程 在看花灯 这样有什么不可以 要搞到这样子 这么失礼 要把客人藏起来 而民进党是限制 不准客人 跟大家吃饭干嘛的 而台北市政府是配合要隐瞒 要藏行程到底在干嘛 那记者也问到了上海团 你客人当然是很客气 说行程都很好都很好 记者 其实追问 说行程安排这个事情 怎么怎么样 那上海团 李副主任说 我们一切都听台北市政府的 这句话很关键 表明所有的行程的机密 所有的这些事情 行程换来换去 是台北市政府 一切听台北市政府的 不是客人安排的 客随主便 其实我看了一下 这几天的行程的安排 台北市政府的接待 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 是对等的 没问题 台湾规定 大陆的参访团到台湾 所有的行程 一样一样一样 细到时间 都要上报给陆委会的 管得非常细 但是把行程列为最高机密 不对外公开 陆委会跟台北市政府 都非常的失礼 最后陆委会 跟不住了 跳出来 变成他演好人 他来建议台北市政府 说你台北市政府 你应该要把行程公开 应该要透明 台北市政府现在 就很难看 陆委会说 我没有叫你不要公开 不要透明 台北市政府说 你不是叫我低调吗 那你为什么那么听陆委会的话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一切都是台北的政治 在作祟 台北的政治 在咬人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上海访问团 来参访台北市 来参观台北的花灯 有朋自远方来 更况两个城市的关系那么紧密 上海有多少的台湾人 台湾学生 台干 台商 住在上海 上海对台北 也一直很 非常的友善 你光是看那个台北灯会 上海都一直默默的支持 你就知道了 可是一个上海的团来台湾 有没有让人家感受到 宾至如归呢 有没有给人家最高的礼貌呢 有没有让客人在这里舒心呢 没有 一个访问团 就让我们看到了 台湾他所呈现出来的 没有格局的格局 真的是让人不忍足堵 你就不能够正常一点 大气一点 就演得这么难看 演得让人看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悲哀的事情是 台湾这样子这么丑恶的戏码 那会是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蒋万安 他身为台北市长 他在很多重要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 他是软弱的 他当然是软弱的 观察他过去进入政坛当立委以后 你就知道 他对跟对爱的关系 也是时不时要撇弃 他对于民进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 他是没有挑战能力 甚至他个人的意识形态 其实你说独台跟台独到底有什么差别 但是没办法 现在在台湾最大的能够反民进党的政治力量 在现在的情况下 就是台独跟独台 同派是不会有声音的 那白色呢 柯文哲 他从墨绿 变成现在跟蓝白和 变成民进党最恨的 民进党恨他是因为 他觉得 民进党的人觉得 你是墨绿啊 你是228 受难家属出身啊 过去你能够当上台北市长 是因为我们民进党 我们台独加持 我们扶持你 就你今天来背叛我们 但柯文哲背叛民进党 背叛台独 并不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有多坚定 而是因为他认为他要选下去 他就要跟民进党畅谈掉 他只是因为他想当官 都是这样 走马灯上面 蒋湾当然不可能坚定 捍卫中国 你问蒋湾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的话 请问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 他能回答吗 他敢回答吗 他有必要回答吗 他不回答人家都已经当选了 政治就讲 在台湾 你能当选你就是王 其他都不重要 当选拿到权力 就能够上戏台上 就这么回事 所以一切都是政治在作祟 蒋湾当然是认为 低调对他有利 不要过分的去突出台北跟上海的关系 但是他也不想要两个城市的关系破局 所以他又要演交流 又要演低调 最后就演出来这样一个四五项 在台湾的关系破局